好 不是说这个蓝绿到时候 总统大选要决战中台湾吗 那中台湾的选情要来看一下台中 台中的立委选举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光晴应该比较了解 我们要问一下光晴 因为光晴我们叫红黑两派势力相争 那现在呢看到江启臣出来之后 现在呢又看黑派也来推一个车熟圈 我们对他不是很熟悉 但是呢不管怎么讲 就是说那个冲击会有多大呢 你来评论一下 其实这个台中县他红黑两派 他们历来他们在地方政坛 他们有个默契就是轮流执政 可是台中市长 因为胡志强他干了太久了 已经没有轮替了 那现在问题是说本来 这个我们讲廖辽义他红派 他其实在跟随宋之后 他也冷冻了大概12年左右 那他真的还是跟着陈庚金 是代表黑派的势力这么不合 他们就是因为应该是说 后来廖辽义他不是跟着这个廖峰德 廖峰德那时候内政部部长是廖峰德 那廖峰德猝死嘛 在这个上任之前 就他就从这个 这个副手 然后就被直接当内政部长了 那后来有一些转折啦 就到总统府当秘书长啊 那等等 那主要关键就是说 在那个好几次他们 黑派是反弹廖辽义是没有错啦 那主要关键是说在那个 选前的时候就五都大选之前嘛 其实你就看到陈庚金他有一些动作 是大动作 大动作是对这个党中央他们机场是 就是某种程度他是畅反调的 那我觉得他现在推出人来 某种程度就是说 不是完全是听你党中央的 我们不可能在这坐以待毙嘛 你轮流执政现在这个死水已经 已经变一滩死水了 他们必须要走自己路 所以他们推出人来 等于说你党中现在有党了 虽然有人把这个宋楚瑜那个 亲民党变成是一个派系 或者小党他们都把他归类成派系 现在冒出一个雷剑 他们都还是看成大栏里面 但是我是说国民党派系政治 他现在派系中还是有派系 派系中有派系 你可以推江启臣 我可以推我们自己的红派的人马 黑派的人马 换取我们也不是没有政治实力的 像上一次这个胡志强 他继续寻求这个民选的 这个就是直辖市长选举的时候 他多亏了那个黑派最后鼎力相持 像那个严清彪他们整个奥元 今天在大学里面包括马英九 他未来到了台中县这个选区 不管是他怎么在那边吹票 其实他不靠派系 而且不只是靠一个红派要聊矣而已 当然也是没有办法整合的 还要靠黑派 对你一定是要派系整合 所以马英九跟金姆松跟马金体制 如何从消灭派系 要消灭派系 后来变成说派系中间也有 只要你不是黑派就是好的派系 到后来这个红黑派两个水火不容 那到你只单方面是这个靠这个料料理 到现在这个黑派他们自己推出人来 其实你马英九你除了你要面对宋楚瑜的问题 雷倩刚刚这个红卫分析的很对 就过起消强这个问题 你还要面临这个派系分裂的这个问题 还不只是在这个台中这个台中县这个区域 你去往那个新竹 你看记不记得新竹上次也闹分裂 你如果去把这个燎原的这个烽火 一一去平息 这也关心他这次的总统大选 好来观众朋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在今天自由时报有一份民调结果 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呢是马英九 他领先领先了蔡英文在这边 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马英九得票的这个支持度 百分之三十六点三九 蔡英文是百分之三十四点二九 变成是马英九领先蔡英文二点一个百分点 上个月不一样哦 上个月是怎么样的情形呢 上个月蔡英文是百分之三十一点六六 马英九是二十七点一二 蔡英文还领先了百分之四点五哦 可是这个月呢就反过来了 是马领先蔡 韵鹏你怎么来看这一份自由时报 他们做的民调呢 他们会心里很紧张吗 今天我看这份民调我也吓一跳 因为可能自由时报的民调 不是说他做的错会有问题 就是说他可能是因为机构效应的关系 然后我自由时报或者是怎么样 他做的其实通常是绿的会比较大 所以这一次我想说 我是不是看错数字了 大概是蔡英文领先百分之二 缩小了一点 而且我不是蔡英文倒数 那是对民进党跟蔡英文的选情来说 我认为是非常大的警讯 那当然你再去看他的那个 譬如说他的那个样本的分析 交大分析里面 你会说这可能还是误差范围之内 譬如说年轻人20到29 我不太认为说 现在蔡英文会落后于马英九 但是他的确里面的样本是这样 但是你可以从趋势上来看的话 现在的确是各家民调做起来 你有可能有时候党庄不太高兴说 这个是配合蓝营的 那怎么样 但是趋势上来说 马英九的确现在是领先蔡英文的 跟5月的时候民进党党内初选的时候 哇 推谁去都赢马英九十几趴 完全不同 所以这一点我认为蔡英文 可是上次我们看远界的民调 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 其实觉得马英九反而比较值得紧张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如果连自由时报做出来 这种很明显的是有绿色的机构效应的民调 我们都落后的时候 可见的如果换成相对来说机构效应不明显的 说不定蔡英文现在落后的更大 我觉得要把这个当作为真啊 你后面一百多天才有动力嘛 不然其实这段过程里面 你说我认为基本盘顾得很好啊 不分区 可以说一句话嘛 对不对 然后其他有的没的事情到现在还在延烧 但是我们并没有损失太多 可是为什么你现在还是落后上不去呢 对不对 这个力道我觉得蔡主席也说 这边要六成那边要七成的 那为什么白不起来 我觉得甚至还慢慢那个落后的幅度 在各家民调落后幅度增大 在自由时报是由营变输 这点原因出在哪里 我认为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我们党庄跟竞典总部好像没有意识到 对那不是说什么八月要不要开那个什么 领袖会议啦什么扩大 不是那个问题 而是说基本上我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 你觉得会是像陈水扁所分析的吗 他说我是台湾人那个议题不容易为蔡英文加分 不分区立委名单争议与内后难免影响到对蔡英文的支持 对 然后呢马无对果件商农频频失言也无法拉抬蔡英文民调的支持度 对 分析有理 虽然每次易鸿兄谈到那个阿扁的时候 他都说他脱下坏了 可是讲真的说不定是脱下坏了 阿扁讲了八九成我认为正确啊 像他在分析这些东西喔 像台湾人这个议题 我认为只能让对方扣分了不起啦 你要让自己加分 好像我是台湾人没什么特别的嘛 也没有对所以大概是这种状况 所以蔡英文到现在出的招 你并没有办法转换马英九支持度到我身上来 那你上不去对方下不来 那你就等着落后 这是很危险的 陈水平这对很多选举的看法是准的 但是他 我说他脱下坏了 就是他为什么每次要再用写文章 对蔡英文指指点点 我觉得他这个是脱下坏了 因为蔡英文也没有说一定特色你 所以没有说不特色你 但是也没有说一定特色你 你不要老是在那边好像一直急着 要跟他挂钩 你知道蔡英文就想办法 他蔡英文很难跟你切割 你要主动在选前 自己思考把它切割 让他好选嘛 这是你最聪明的做法 结果你每次在那边都会搞都搞 那我的意思是这样 陈水平他分析的 当然有他的准确度 因为选举民进党毕竟他最懂 那我是说自由时报 其实基本上我认为 他的民调是不准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以前就很少做 而且以前做出来就让人家 跟实际是差很多嘛 那难道现在突然变准了吗 我就不太相信了 因为民调机构慢慢做 要有些守守 而且你没有这个政治的考虑 但是我作为自由时报 不管他是英文做法 还是民调做法 也没有考虑很多政治因素 我觉得他其实是在告诉你 我用政治的角度来看 他就是告诉你说 宋楚瑜你继续让我们没有关系 亲民党的名单赶快摆出来 对马英九大局没有影响嘛 你看 你让他做这个样子 马英九本来还说蔡英文就先来法而赢了 他法而崇拜 往上升 那亲民党 15号应该推出来的部分亲民 但不要压啦 赶快就推出来了 继续闹 宋楚瑜继续闹 马英九大局没影响了 再怎么闹对大局都没影响 无形中就是在 等于在鼓励宋楚瑜继续作乱嘛 可是香楼那你怎么看自由时报的民调 你觉得他做出一个马英九领先蔡英文的结论 那难道是只是为了要去激化 绿营选民的危机感吗 我不知道他的政治东西是什么 因为眼前离选举还有一段距离 那只能说这个民调 比较趋近于这段时间 因为他现在如果再做出一个 跟大部分的其他的民调 都背道而驰的民调的时候 我觉得对自由时报反而是有伤的啦 上次做出来第一个表态率很低 蔡英文三三成一 马英九两成七 这么低的表态率 你都把它当真 然后拿来做新闻 然后跟其他各家做的民调又是相反的 那那个说服力是很弱的啦 那这次看起来表态率有高一点 那差距虽然有 但是还在政府误差范围呀 而且老实讲就是说 不管是马英九的36% 蔡英文的34% 最后开完票的时候 两个人的得票 一定都远远高于这比例嘛 所以就是说他还是有很大的变数存在 再加上不要忘了就是宋楚瑜 总是最近独家专访宋楚瑜 对于宋楚瑜对于蓝军的某一块 释出了巨大的无法想象的善意义 那会不会因此影响到 他们对于民调上面的一些判断 跟做法我不知道 那基本上面这些都是给大家想 就是自由时报的民调 我们说做民调做做做民调 自由时报可能是真的在做民调啦 那但是但是他的他的思维如何 我觉得可以大家当中查遇犯后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就是说去去理解 或者一些政治分析呢就可以了 但是就是说他真正的能够 能够发挥的效果还是 但是这段期间以来 你在看趋势的时候 马还是稳定的在往上走 虽然差距没有拉得很开 但是彼此之间都还 各自做了一些保留就是 马英九还保留他不分区名单 还没有发布 蔡英文保留他的副手 还没有宣布 反正大家都还放了一些 杀手级的武器 等着某个阶段的时候再摊牌 对对 来光晴 你看过很多的民调 那你怎么看这次自由时报 所做的这个民调他的未决定 是只有百分之二十九了啦 对对对 至少比上次那个百分之四十一要 低了很多了 其实我不是民调的专家 也没有任何学理根据 我是用那个经验来看 其实当然就是说 刚刚韵蓬分析一个机构效应 那过去自由时报在这个民调这边 也有一些争议 可是我比对他这一次的这个民调 跟其他家媒体 所做的民调 我觉得这次自由时报 有恢复专业媒体的一个水准 就看起来他是一个正常的 他没有什么很突兀的 所以过去是有些某种程度 过去是很不正常的啦 那刚刚韵晴有提到是说 他这边有表例三次 他们自己自家所做的民调 分别是5月24 6月28 跟这一次他们所公布的民调 唯一就是未表态 就是未决定这个部分 上一次哇 未表态的 未决定的是4成1 那就是回归到 刚刚这个湘龙讲的 就是说那你那一次呢 你这个参考价值在哪里啦 你未决定都4成多了 那你这个马在跟蔡英文比 蔡英文还多过马英九 那个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 很具体的一个参考值 可以参考 但是我看他比较细向的部分 首投足这个部分 终于是做出 跟之前联合报做出的 那个首投足 可是上次那个首投足 马英九又赢蔡英文太多了 多到一个我认为是 联合报那次的民调 有点不太正常怪怪的 可是他这一次 至少说在首投足这个 他们打破一个反例说 认为首投足就是蔡英文的专利 蔡英文赢马英九很多 可是两次的民调 都马英九在首投足 因为他情跑校园这个部分 所以有分析出来的一个就是说 马英九在首投足有搬回来了 就是说他还赢过蔡英文嘛 那第二个部分看就是说 那个分年凌晨的这个部分 其实各家民调 其实做出来都大概趋势是一样 但是我还是要讲就是说 如果以现在马英九三成六 蔡英文三成四 我觉得蔡英文这个不以为怪 因为以前绿营的 引线选民比较多 或者选前的那个民调都会偏低 可是我还是回归到这个 马英九这个太低了 三成六 那先前最好的时候 马英九是赢过蔡英文六趴 可是这个差距还是非常接近 还是拉不开 不管就是下一次哪一家民调做出来 又是蔡英文跟马英九 只是正负互差范围内 有的时候有家民调 还是做过蔡英文多过他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一选举 还太远 那这个民调就是说 伯仲之间五五波 所以你才显现说 变数宋楚瑜的 他的那个效应为什么那么强烈 就在这里 好 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讨论 这份民调马上回来